大家好,我是主播小蜜,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 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石油就是流动的黑色黄金,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那它应该会像沙特阿拉伯或迪拜那样富得流有。 然而就是有这样一个南美国家成为例外,它的石油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比沙特还多,甚至还拥有丰富的铁矿石和金矿等自然资源,但是它的经济却时常陷入危机,以至于总是需要向别的国家借钱才能维持本国发展。 这个国家就是委内瑞拉,一个主要依靠石油出口,但是开采石油的钱还常常得靠借的神奇国家。 自2006年以来,中国就开始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根据报道,直至2014年底,中方已经大约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超过500亿美元的贷款,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这句话常被用来形容紧邻美国而去的墨西哥,但这却是出自拉丁美洲的一句谚语,因此拿它来比喻委内瑞拉也同样适用。 我们常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委内瑞拉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地理条件? 但是经济却总是发展不起来,人民生活水平甚至还会出现倒退的情况。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策引导,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 委内瑞拉的失败很大程度是由于国内错误的政策所导致,而这其中就由美国的参与。 中国有句成语,叫成也萧和败也萧和。 同样的一词适用在委内瑞拉就是,富也石油穷也石油,本来石油作为重要的优质资源。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天然的财富,但是石油在给委内瑞拉带来了财富的同时,同样也为它带来了钱残的隐患。 可以说,委内瑞拉的经济与石油同生共息,石油生则经济好,石油死则经济差。 而这与美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是有好变差的。 他们曾经有过一段十分融洽的回忆。 里根政府曾在委内瑞拉推行和平三角洲计划,目的就是清除美国的军火库存,同时为其提供政治保护。 1982年起,美国开始向委内瑞拉出售一批战斗机,这是它的空军实力迅速攀登拉美之手。 但是美国在送取战斗机的同时,也一并将新自由主义送到了委内瑞拉。 其核心内容就是减少政府干预、推行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政策。 1989年,佩雷斯二度当选总统后不久就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为了试图缓解油价下低引起的通货膨胀。 他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大量的钱,然而却将本国的经济命脉直接送到。 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里,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就是,国内贫富分化严重,腐败猖獗,社会明显紊乱,大量的穷人开始频繁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佩雷斯政府的信用严重下降,在之后的几年中,委内瑞拉继续被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深深影响,无法自拔。 明显的转折开始于2012年,这一年查维斯再度当选总统。 没多久他就发现,如果想要真正的改革就必须要反对新自由主义。 于是他发起了玻利瓦尔和平民主革命,出台了一系列反美政策。 由此委内瑞拉开始迅速与美国借戈。 至2019年,委内瑞拉正式与美国断交。 可以说委内瑞拉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离不开美国的错误影响。 查维斯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 他曾在2005年的时候就提出过一个思想。 那就是在21世纪,资本主义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 中国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后开始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 可即便是获得了中国的巨额贷款,委内瑞拉的经济还是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 这其中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原因无它,还是与石油有关。 能源是老天对一个国家的祝福。 然而残酷的是多数能源出口过的经济都存在问题。 出口收入虽然在逐年上升,但是却不能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反而会因为越来越依赖能源出口,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1960年成立,现有13个成员国。 但是只有三个国家在208年的人均生产总值明显超过本国在1974年的水平。 剩下的国家不是经济没有增长就是出现了明显倒退。 在学术中,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 委内瑞拉就是这几个经济水平明显倒退的国家之一。 由于受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增加了45%。 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住在贫民窟里。 很多老百姓坚信,他们之所以如此贫穷。 就是因为外国的资本家侵吞了大量本该属于他们的石油财富。 于是动乱开始频繁发生。 反美斗士查韦斯就是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 他的竞选口号是打造高福利国家,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生活保障。 那么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答案就是发钱,用卖石油的钱发福利。 在这个时期,委内瑞拉的房子免费提供给本国居民、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也免费。 他们大量扶持本国低端产业,如手工制造业、农业等等。 而对高端的制造业、重工业以及高富加值的信息产业等行业则几乎没有补贴。 从2003年开始,委内瑞拉就爆发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并且持续未减好转。 2018年更是到达一个史物潜力的高峰,其通货膨胀率高达130几万倍,也就是说物价上升了1.37万倍。 普通民众开始买不起各种生活用品。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并没有想办法解决通胀问题,反而要求商家对基本生活用品建价销售。 一方面是高的原材料价格,另一方面是低廉的销售价格。 没有商家愿意做这样赔本的买卖。 所以委内瑞拉的日常生活用品其缺,潮湿的货架上永远都是空着的。 2013年委内瑞拉新一任的总统上任后,国内经济开始持续负增长,从负4%扩大到了负20%左右。 大量的百姓颠沛流离,极端贫困人口增加了一半。 有大约250万人选择离开委内瑞拉。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附近,开始出现委内瑞拉对华贷款违约的消息。 有很多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中国给委内瑞拉的贷款可能会成为一笔坏账。 毕竟这笔钱的规模太大,以现在委内瑞拉的财政实在难以顺畅周转。 因此有媒体猜测,称委内瑞拉要把一座小岛,布兰基亚岛装给中国,用以抵消欠中国的贷款。 布兰基亚岛是加勒比海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的面积约有64平方公里。 除了平时有遗传或个别邮轮靠岸,这个岛基本上荒芜人烟。 虽然其自然风光比较秀丽,但是这个岛并没有特殊的资源价值。 唯一可能存在的优势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由于离美国较近,一旦在这里进行军事化改造后,这座小岛就可以用于军事活动。 之所以媒体产生这样的猜测,也是因为委内瑞拉此前有过类似的先例。 委内瑞拉政府曾将一座岛屿捐赠给美国的新泽西州,用于环境保护和动植物保育。 这次捐赠曾被当作是美国与委内瑞拉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因此才有不少人产生上面的猜测。 很快,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媒体关于这个消息发出疑问。 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也进行了回应,称这样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 而中美之间的个比贷款也都正常的还本付息。 此后,外交部也多次就这个问题进行回应。 其实,委内瑞拉欠中国的钱虽然没有用现金的方式还款, 但是两国早在2010年的时候就签署了中美长期融资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这项协议的规定,中美之间的合作方式是, 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支持。 而委内瑞拉则向中国出口石油,用以偿还贷款。 也就是说,委内瑞拉实际上通过石油还贷的方式, 已经开始逐步偿还中国的贷款。 在合作框架下,委内瑞拉逐渐提高了对中国出口石油的数量, 巅峰时期可以达到每天50万桶。 这在当时,对国内经济高速发展, 原油需求持续上升的中国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可以说两国真正实现了共赢的合作, 但是好景不长。 2014年委内瑞拉开始对许多供应商以及石油服务合作商违约, 中国也在其违约对象之列。 委内瑞拉曾在其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开表示, 称其不再需要向中国每日提供33万桶石油用以还的。 随后中国商务部证实了这一变动, 称可能出现的贷款期限的无限期延长, 是根据委内瑞拉的要求而做出的。 也正是由于委内瑞拉无法再继续向中国提供原油供应, 中国才逐渐断掉了与他们的合作。 而根据2014年两国重新签订的协议中计算, 委内瑞拉仍然欠我国约180亿美元尚未偿还, 其中130亿美元为贷款, 50亿美元为项目注资。 而经过这几年的延期, 这笔数我就不知道又增加了多少, 因此才会有很多人一直担心, 害怕委内瑞拉真的无法还清欠中国的贷款。 对此, 外交部则表示, 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 无论局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本着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原则, 继续推进与委内瑞拉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这样官方的回答其实并没有明确地回答委内瑞拉能否还清欠款, 毕竟协议还在, 旅行是早晚的事, 只是时间不确定, 而委内瑞拉欠款事件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考, 并不仅仅是国家之间合作的风险性, 更深的思考也许是为何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会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如何在发展上体现本国优势, 坚定自己的道路, 也许才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